希望高丽学生有好的品贴和学业 所以探到五月份的母亲节 要赶好妈妈的一份最好的例文 在保里面的风景当中 在这一期开始 推测和学生如果是表现优秀 就能够来提到点数 和用这些点数来换产品的话题 这个话题是推测了 大家欢迎龙家客 和妈妈可以提到一份 真不一样的母亲节例文 他跟社机委带到学生等这些演奏品 在游米的好风景中 竟让人感受五月的文献气氛 每个10点目标的学生 除了自己可以享用画室点心以外 也邀请妈妈来共同享用 奉仁国中这些学期推动幸福存责和党 学生各行学室表现优秀 都可以1点外景品 要可以参加这一年文献老门的发学台会 英文周考跟跑步 那集这些点要做什么用啊 呃...换东西 刚好立刻带美了 20多点啊 20多点 有为了这个努力吗 有 为什么 就是连路不要显漂亮 然后就会得到点 还有考周考要考100啊 有没有因为这样比平常特别认证 好像有 还要不要更努力 不要 我觉得其实这没有很困难就是 这样还是你就认真去做 用心去做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 都会想要在其他 就是想要在考试上面 会有更低低的表现 你到平常的表现去完成自己的目标 我们五六百的学生之间脱颖而出啊 我觉得这个想象一定要一个一个班 好好募集了一倍沙拉油给学生花 用来当做母亲一个礼物 虽然礼物价格无关 但却有无限的情意 我们几乎到20点我们就可以换一瓶沙拉油 然后那瓶沙拉油 就拿去送给妈妈当母亲节礼物 我觉得心意很重要 就是虽然就是只是上一个活动 可是我觉得只要就是我们是有心的 我觉得妈妈应该都会很开心 很高兴啊 他很用心 很开心 小孩子的心意 心意的问题 他是个很贴心的孩子 母亲节表现得很好 做礼物给我 因为孩子还不会赚钱 所以他们的能力有限 但是如果可以靠着他自己的学习 努力的把点数累积起来 去兑换一个礼物 去送给妈妈 我相信这样子的意义是最大的 他学校法医生的法医到学为主 延伸一连串的鼓励的学习 也将学习成功当作礼物送给妈妈 祝祝共同分享学习成功的健康 也让妈妈过了一个最有意义的母亲节 继续王家姓彩虹报道 来看清朝 看清朝 明镜与点点栏目